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期待弟兄们可以明白 神祝福我们 我们都在座 基本上我们都是得救的基督徒 对不对 神爱我们 为我们预备恩典 我们预备 而且祝福在地上 有希望可以祷告神 没有问题 但是我期待弟兄们 特别借这个信息 我们可以知道 神其实在地上也托付我们 给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就是让我们与神同工 成为神国度的开拓者 在地上为主拓展神的国度 这是非常重要 那我期待记得有个分享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往前 你知道神起初创造万有 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可以看见 神创造万有都是好的 神也创造亚当夏娃 也看的是好的 是完美的 可是我们明白那个罪 因着人的不顺服 就进入这个世界 所以魔鬼就开始在全地掌权 像约翰一书五章四十九就所说了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因为亚当把从神领受 管理全地的全民 因着罪就交给了撒旦 所以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度 当人在这个恶者掌权之下 我们活得很痛苦 我们活得没有盼望 我们等待灭亡 但是神爱我们 所以神 祂决定要重新夺回那个全民 那个国度的全民 祂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祂把我们这些 因着罪进入黑暗国度里面的人 从黑暗国度拯救出来 进入神儿子光明的国度里面 所以祂决定就是神拯救我们 赐给我们祝福 而且赐给我们永恒的祝福 好 因着这个 所以神差祂的独生儿子耶稣 到地上来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十九节 我们先来读这几句圣经 我读给各位听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 天国尽了 我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马太喜德说 我们的主 他开始三十岁 他开始传道的时候 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 他传的道的内容是什么 主说天国尽了 天国尽了 主在传扬天国的道理 天国的真理 而且他呼召他的门徒 彼得呼召安德烈 第二就没有 神也呼召我们 与他一同来拓展神的国度 神呼召我们 呼召彼得 呼召安德烈 呼召我们 一起要下王打鱼 让许多人可以 得到拯救 进入这个神的国 就像海中的鱼一样 那么多 那么多 好 你看马太福音的T4323节 主就继续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这个天国的福音 天国的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国度的福音是个好消息 因为在国度里面 神赐给我们永生 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不只是地上的祝福 神是永恒的祝福 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个国度的好消息 天国的好消息 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传到凡有人居住的地方 神赐说地级 然后主就会来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的主的降临 祂会带你我 带神的儿女们 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 但这问题是 谁要传扬这个国度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 神要对万民做见证 神托付谁 来传扬这个天国的福音 开拓神的国度呢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 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在生天之前 祂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这群人 祂的门徒要起来 要起来靠着祂的权柄 向万民做见证 告诉百姓 天国的福音 神应许我们 当我们传这样的福音的时候 祂就与我们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来迎接我们 所以弟兄弟们 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你看 启示录的第一章 第五到第六节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同样的话 你就发现 这些事情 天国的事情 在神的脑子里面 并那诚实做见证的 从私立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 耶稣基督有恩惠 平安归于你们 祂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脱离罪恶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做祂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约翰说什么 约翰说 耶稣基督用祂的宝血 买使我们脱离罪恶 拯救我们 目的是什么 使我们成为祂的国民 这国民原文 其实是国度 所以都可以 神拯救我们 不只是要祝福我们 在地上 祂使我们成为祂的国度 使我们成为国度中的国民 而且我们做祂父神的祭司 祭司是什么 救援祭司我们知道 就是服侍人 服侍人的人 我们不但做国度 我们不但做国民 我们是服侍神的 服侍人的 我们把神天国的道理 告诉给这世上的人 然后把世上的人 要带他们到 神的面前 到神的国度里面 师哥刚刚我们唱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要向世人宣告 向全世界宣告 耶稣真好 耶稣真好 那就是我们的托付 比特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神拣选我们 我们是特别的一群 而我们要做什么 是有君尊的祭司 比特也说 我们是服侍神 又服侍人的 是圣级的国度 是神的国度 是神的百姓 是属神的子民 不要叫我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进入光明者的美德 讲得这么清楚 我们在地上 我们要宣扬天国的福音 宣扬耶稣基督 祂所示的 祂的荣耀 祂的权柄 祂的公寓 祂的善良 祂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 让世人知道 认识祂 然后要借着这个 借着耶稣基督 把他们从黑暗中 从黑暗的国度里面 带他们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 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 神呼召我们每个人 就这样做 好 耶稣为我们上十架 祂升天之前 复活之后 祂又对他们说 在十六圈第一章四到六节 有没有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门徒就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个时候吗 主再一次告诉他们说 圣灵要来 这些门徒一听圣灵来 他们就 他们就好兴奋了 因为他们 虽然那时候五训节还没有到 但他们知道 旧约圣灵是什么回事 圣灵讲了神的自己 对不对 他们一听 圣灵要来 神要来 他们就很兴奋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这个时刻吗 门徒们心心所想的 就是以色列国 就是现在地上以色列国 地上里面主的回答是什么 圣灵上没有写主什么 写什么吧 可是我觉得主就说 没有啊 我讲的不是地上以色列国 因为我知道很多神的儿女们 都很在乎地上的以色列国 现在打仗那个 可是神的心中不是那个 神想的是什么 神想的是那个永恒的国度 耶稣基督永远长进了国 天国 天国的福音 而且主再一次吩咐他们说 你们得到圣灵的能力 就怎么样 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主说你们得到圣灵的能力 你们要对万民做见证 所以弟兄弟们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不管你的年龄是怎么样 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起来为他拓展神的国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 亲看我们自己 通常我们觉得 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 我们觉得保罗是 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 我想我们都同意 保罗确实在地中海周围 有许多地方建立了很多教会 所以论到神的国度 保罗是非常伟大的 国度的拓展者 当然是神所兴起的 重要的器皿 这个我们所知道 可弟兄弟们也知道 事实上我们明白 自从教会被建立 两千多年来 神的国度 其实是有许多 默默无名的 神的儿女们 就像你我一样的 神的百姓所拓展的 你知道保罗 他信主之后 我们看十六七万就知道 他就南下到阿拉伯 然后他又北上 回到 来到大马士革 就是现在大马社 他又远到 亚西亚的西谷提 可是保罗他 非常刺惊 因为他天然地别 赤足奔跑 他就发现 他所到的地方 其实福音早就已经 在他之间已经传到了 已经传到了 举个例子 比方说 在保罗抵达罗马之前 第二个人知道 罗马其实已经有一个 根基非常坚固的教会 谁建立了 没有人知道 在亚利桑大 那个最大的城市里面 已经有一个非常坚固的 基督教的信仰的中心 里面产生了像亚颇罗 这么会讲道的 因为神的仆人 保罗甚至吩咐 他的门徒提多 到克里特这个地方 去建立教会安利长老 事实上你知道 在那个地方 克里特是北非利比亚 很遥远的一个岛 在保罗拆拜他的门徒去之前 已经有教会了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偏乡 在那个偏僻的岛屿上 已经有神的教会 到底是谁建立的 没有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神的百姓 像你我一样 神的百姓 他们在当地所建立的 他们继续不断 努力地拓展神的国度 第二点你知道 其实在主后 大概三百年的期间 我们发现 福音已经从哥哥他 耶稣我们定的 施加那个地方开始 经过五旬节 传到世界各地 你看一个图 你看一个图 这就是当时的世界 从东至波斯帝国 以前波斯帝国的边界开始 一直吸到北非的利比亚 然后往北向的 到了罗马 希腊罗马的世界 到南 往南 来到了埃及 到伊索皮亚 甚至到了印度的南边的海岸 就是当时他们所知道的地脊 福音已经传到这些地方 是谁传的 没有人知道 可是我们可以确定 是那些蒙召 默默无名 不像保罗彼得一样有名的 神的儿女们 他们从神领受了呼召 他们往世界各地 去拓展神的国度 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主同样呼召我们 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所以我有个感动 我想有一个系列 今天第一次 题目是平信前进 我跟弟们分享 我们真的从神领受 同一个呼召 西班牙书不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呼召就是神呼召我们 成为他国度的拓展者 这些古圣徒 他们平信往前 成为我们的榜样 今天我们领受同样的异象 我们也应该平信往前 对不对 因为这是呼召 从神来的异象 弟兄弟们 这些伟人让我们看见 他们可以成为神国度的拓展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们有信心 他们平信往前 那我们要学习 可是问题是 信心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些人来学习 因为你我都需要这样的信心 信心第一个就是 当我们还没有看见的时候 我就相信 当我还没有看见的时候 我就相信 我们都成为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预计一连串的试验 一连串的考验 一连串的困难 那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 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神就是借着这个建造我们的生命 而我们生命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神总是利用严格的考验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但是好消息是 我们知道 神这样做 都有祂的目的 神的目的 最有大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 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 好叫我们可以成为 神中的器皿 好叫我们可以为祂拓展 神的国度 你看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第四节 雅各说什么 雅各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验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信心 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 完备 毫无缺陷 所以要告诉我们说 信心经过试验 那个耐心 都是没有耐心的人 耐心就会成长 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刚强 我就会更完全 神就预备 我们这个人 可以来面对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困难 而且使我们成为 神国度的拓展者 神的意思告诉我们说 神有试验 神有很困难 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特别是忍耐 和信心 这两部分 当我们被试验 我们的信心增长 我们就可以为神所用 而且丢明知道 你说试验这么难 可是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 神总是帮助我们 可以通过试验 神愿意帮助我们 虽然你的困难很大 你的麻烦很大 可是神愿意帮助我们 通过试验 怎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 你知道我们在 特别 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都读英文嘛 对不对 不太容易 可是老师很好 有的老师就说 你们可以open book open book 就是你可以带你的课本去 考试你可以带课本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翻翻翻 这么好的老师 你看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都没有读的课本 到时候你早也找不到 问题是这个嘛 所以你还是要读书 好不好 第二个例子 你知道神要帮助我们 我怎么说 因为神在 祂给我们这本圣经里面 祂帮助我们 祂告诉我们 解决那些困难 那些考验的答案 每次你遇见困难 麻烦的时候 你可以打开这本圣经 打开这本圣经 你就可以找到那个答案 第二个例子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不读圣经 你拿到圣经 你也不晓得去哪里找答案 对不对 所以你就继续在那困难 熬练当中 这本书 帮助我们解决 我们所遇见的困境 我们的麻烦 为什么这样 因为圣经上 举了很多的实例 就这些属灵人 当他们遇见的考验 他们遇见试验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经过这个 而且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你知道他们的经历 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可以成为我们的答案 当然 唯一是我们不确定 什么时候会发生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听我们的圣经很奇妙 他用各样不同的环境 各样不同的人身上 有的人年轻 有的人年长身上 他们都经过这个试验 所以你真的可以其中 发掘那个秘诀 怎么样 借着圣经人物来帮助我们 通过艰难的试验 今天我要再次举三个人 就是挪亚 亚伯拉罕 摩西 看他们所经过的困难 那个试验 他们是怎么样得胜 以至于他们可以成为神 国度的拓展者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首先我提到 神给我们的试验 在你我身上也是一样 从这些属灵人身上 也同样在我们身上发现 神给我们的试验 通常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神给我们一个机会 或者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或者我们说 神给我们一个异象 神给我们一个呼召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会遇见抵挡的事情 如果真的从神来 第一个人 我给你保证会遇见抵挡 会遇见困难的 然后而且第三就是 这个困难会很久 你会经过严格的考验 一个非常长的痛苦的时间 但是一个人如果愿意 抓住这个机会 而且又愿意 抵挡那个敌对的力量 而且继续坚持忍耐 虽然时间很长 可仍然靠着主得胜 他就会成功 神在他身上的应许意向 呼召就会成全 你我就可以成为 神手中宝贵的器人 第二个 神在你我的身上 也是这样做工 神做工在 怎么样做工 在摩西 亚伯拉罕 在挪亚 保罗彼的身上 怎么样做工 神同样也这样做工 在你我的生命 因为神对我们 有同样的期待 好 我们先来看 机会是什么 机会就是 神会给我们一个机会 或者意向 或者呼召 或者一个应许 在挪亚的例子里面 挪亚的机会是什么 神告诉挪亚 见到一个方舟 挪亚有个机会 借这个方舟 拯救当事的人 这么好的机会 神给亚伯拉罕的机会是什么 神说亚伯拉罕 他要建立一个国家 神要借亚伯拉罕 祝福万国万民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这么伟大的一个呼召 神给摩西的意向是什么 神给摩西的机会是什么 神呼召摩西的百姓 已经做了四百年努力 在埃及 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 带他们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享受神的祝福 当然我们明白 这一切都是讲到 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 神我们预备的求恩 这个我明白的 所以神给他们一个 非常伟大的一个机会 一个呼召 但是我刚刚说过 凡是从神来的 总是会遇见障碍 会有抵挡的力量 对诺亚来说也是一样 他的阻碍是什么 没有人要相信 你在讲什么 什么洪水 没有听过洪水 从来没有见过 摩西亚是主 你要我为你这个方舟 方舟是什么 洪水是什么 重要是 诺亚他传 告诉人 没有人要相信 没有人理他 对亚伯拉罕也是 那个拦阻是什么 那个阻碍是什么 神说你要做多国之父 你要祝福万民 你的后遗要祝福万民 有很多的后遗 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 连一个从神来的儿子都没有 主爱很大 怎么样成为万民的祝福 怎么会有许多的后遗 摩西来说也是一样 那个主爱是什么 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 从做奴隶的以色列百姓 200万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对不对 摩西所面对的主爱就是 就是法老 埃及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法老是世界上最有权柄的一个王 他怎么可能让200万廉价的劳工 让他们离开呢 他们都努力 也没有工钱 不可能 那是摩西所遇见的拦阻 第三个 就是这些拦阻都很长 时间很长 弟兄弟们如果我们的信心需要被兼顾 信心不是一天两天被建立的 信心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熬练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严格的考验 在主给我们意向一个机会之前 到完成之前 你会发现 总有等待的时间 而且有的时候是很长 看起来神总是迟延 对不对 很缓慢 又很痛苦 对 对纽约来说 我刚刚说过嘛 等了一百二十年 神说洪水要来 等了一百二十年 洪水都没有来 你记得好多年前 有个王牌天神 有没有人看过 用挪亚的故事 照一个方舟 大家都取笑他 连他太太孩子也都不相信 在那么严格的一百二十年的痛苦里面 挪亚坚持 对亚伯拉罕说也是一样 七十五岁那年 神就说你要有生个儿子 然后你的后遇要很多 像天上星 海边沙一样多 你要祝福万民 等了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都没有发生 这么长时间的考验 对摩西来说也是一样 摩西 他要拯救一次百姓 从埃及出来 那是很大的工作 所以神需要熬练他 他本来是埃及王子 我们都知道嘛 后来因为事情 所以他就逃出来 他逃到旷野 在旷野一呆一呆四十年 弟兄姐妹 四年很长啊 他本来是埃及的王子 是埃及的大将军 他一呼百一楼 哇 他带领百万大军 在旷野四十年 他是牧羊几只小羊 几只小羊 好 终于事后到了 他就呼召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出来 对不对 他们进入旷野 其实从旷野 一直到神的应许之地 形成只有十三天 但是我们读圣经 我们都知道 他们在旷野四十年 一次百姓悖逆 不顺服神 所以摩西需要四十年 跟这些悖逆的 常常埋怨神的 甚至要杀他的 这些百姓在一起 那么久的时间 那么久的时间 严格的考验 弟兄姐妹 但是他们都得圣粮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三个人看见 他们怎么样 胜过这些艰难的环境 胜过神 为他们预备的试验 以至于他们可以成为 一个信心的英雄 可以成为 拓展成国度的人 好了 我们可以从他们学习 第一个 我刚刚说信心 就是还没有看见 就相信 我觉得农亚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我们读圣经知道 神创造万有都是好的 好人因为罪 就进入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败坏了 人心非常非常败坏 一直到挪亚的时代 神经上神说 哇 没有一个好人 那么坏 那么坏 所以神说 好 那我要重新来过 神要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 然后 他发现 可是他发现 有一个艺人是挪亚 所以神就拣选挪亚 因为挪亚是个 对神有信心的人 神就说 好 你就见到个方舟 然后你就呼召那人 愿意进入方舟 我们都知道 方舟讲到耶稣基督 方舟讲到神 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神说你召他们来 他们又进入方舟 他们就不会淹死 洪水来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得到拯救 听众姐妹 我在说 那时候没有洪水 那个地方 可能下雨都很少 神说洪水要来 什么是洪水 挪亚一等等了120年 没有看见洪水啊 是不是 但是挪亚 他继续建造方舟 就像你我继续传扬福一样 没有人要相信 可是我们继续传 我们继续讲 洪亚就是 我们从洪亚学了一个什么功课 就是神给他一个护照 神给他一个机会 对你们这段时间 我想可能知道 我跟师母有个感动 我们想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网站 就地基宣教网站 我们期待 因为我们有好多 世界上好多我们的属灵家人 那我们期待 我们鼓励他们 在这些弟兄姐妹 华人啊 在他们所居住世界各地 呼召他们起来 为神建立教会 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建立神的教会 其实刚开始 我就觉得 主事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个对我来说太远了 我从来没有这种雄心大志 而且 可是我神说是 就是你 就是你们 我没有看见啊 现在也没看见什么结果 可是我知道 是对的 我们就往前 好不好 挪亚也不知道 神要做的到底是什么 我在说我们洪水是什么 但是他平信 他就建立方舟 建立方舟 他具体有行动 120年 西伯来书11章第7节说 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指示 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的一支方舟 使他全家可以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从神来的义 神警告挪亚说 洪水会来 挪亚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事情 但是他因着敬畏神 他相信神所说的 他就顺服神 凭着信心 开始建造一个方舟 至终他 全家可以得到拯救 今天也是一样 神护照你我 起来成为神国度拓展者 弟兄姐妹 我们也必须像挪亚一样 平静向前 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每个拓展神国度的人 所学习的第一个信心中功课 就是 我还没有看见 但是是因为神说的 因为成就 我就相信 我就相信 其实你知道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许你没有留意吧 因为我们通常觉得说 眼见为平 我看见我才相信 基本上是这样子 可是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你没有看见 你就 你就做了 你就相信了 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听 好吗 比如说你看 外面有好多广告 对不对 是卖房子的广告 说我们也盖一个房子 多么多么花园 几坪几坪 这个房子很好 而且家庭很好 赶快来买 这个房子三年以后 才会做成 做预购屋 有没有人买过预购屋 一定有 你还没看见那个房子 那连地基都还没有挖 你不过看到广告 因为你相信那个公司 是个有信誉的公司 第一个人 你就给钱了 你就放钱了 你就付了头七款 对不对 有时候一放 放几百万 那个房子 根本都没有影子 你还没有看见 就相信 你就做了 对不对 好 我举另外的例子 我不晓得在座 你有没有用Uber E买东西 真的很方便 我没有做广告 因为很多年纪 我们都是 像我跟我太太 我师母 我们就 家里附近有个全联 全联 我没有提到做广告 全联这还不错了 去买菜 买菜 什么都有 家庭也很便宜 你都是买菜 你看到这个肉好 这个鸡好 一包一包 放到篮子里面 然后到收银员里面 你看我买这些东西 他算好全联 你就付钱嘛 不是这样子吗 你看见你才买啊 Uber E 太方便了 看手机 师母现在 我们都不去全联了 他登登登登登 加勒服务也可以有 你按按按按 等你点完以后 你还没看到那个东西 你还没看到你买的肉 你的钱已经付了 信用卡就付了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全联嘛 对不对 听我见面 你还没有看见东西 你就相信 你就做了 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心就是我们所盼望 还没有看见的事情的 我们有把握 有把握 我们对没有看见的事情 我们知道 它一定会发生 有确据 所以我们就从挪亚 学这样一个宝贵的功课 神就很多时候 会借了一个 借了一个很艰难的环境 那听起来 我们需要 在这个实验当中 我们学习挪亚 我虽然没有看见 我还是相信 好不好 那信心的第二个功课 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 虽然我不明白 但是我顺服 神叫我这样子做 神呼召我做这个 神给我一个意象 叫我做这个 我不知道昨天他讲什么 可是我知道 既然是从神来的 我就顺服 我就顺服 亚伯拉罕是一个 最好的榜样 你知道亚伯拉罕 他本来住在苏美文明 苏美文明的那个地方 乌尔 乌尔是一个非常 其实那时候 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 而亚伯拉罕是 城中一个富有 是一个财主 他有很多的财产 太太啊 还没有儿子了 太太 仆人 无数仆人 有牛羊 骆驼很多 但是有一天 神对他说话 创世纪十二章 第一节第二节 神就对亚伯拉罕说 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字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望我要指示 你的地方去 我要指示 你成为一个大国 亚伯拉罕 你要为我建立一个大国 第一个国 你需要明白 这个国其实是 讲到那个神 永远的国度 不是以色列国 那时候还没有 以色列人 亚伯拉罕 根本不是以色列 亚伯拉罕是 是无耳人 好不好 所以那个国 你知道 所以我说 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 神国度的 一个开拓者 亚伯拉罕面临了什么问题 亚伯拉罕面临了一个 非常大的变动 非常大的变动 当亚伯拉罕七十五岁 那年 七十五岁 应该算年长了 对不对 体力都有一点 而且最主要是 他开始 他要退休了 可这个时候神呼召 他开始一段冒险的旅途 当亚伯拉罕想退休的时候 神说 不要退休 还为神国图谋大使 当亚伯拉罕想安宁下来的时候 神说 你开始一个冒险的行程 听我听明白 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说 神也对你说 你不要以为你七十五岁 你要退休了 神说 不要 你要成为神国度的拓展者 好不好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要领你去一个 一个应许之地 一个美好的地方 你在那边建立一个 全新的国家 亚伯拉罕就 好 可是你要知道 搬家很麻烦 对我们也在座 我们都有搬过家嘛 是不是 那搬家太麻烦了 对亚伯拉罕说 特别难 因为他有很多的财产 他有很多的仆人 他有很多的牛羊 骆驼 他有很多的人脉 他有很多的关系 要搬家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那是那么大的一个变动 好 那么大变动 而且最大挑战是什么 神没告诉他 他要搬到哪里去 你搬过家吗 也说一种 打包打好了 搬家公司也找来了 东西都放上去了 搬家公司实际说 你要去哪里啊 搬哪里啊 不知道耶 亚伯拉罕所面对的 就是这个 那是一个最大的 一个考验 亚伯拉罕可能会问神啊 要去哪里啊 神说 依靠我 要多久啊 什么时候才会到啊 神说 依靠我 弟兄姐妹 如果你75岁 你面临这样的问题 你会动身出发吗 这个时候神 你还叫我做这个事情啊 亚伯拉罕他 没有问神 他虽然不明白 但是他顺服 他真的就出发了 出发了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会 遇到很大的变动 在这变动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西伯拉罕十一章第八节 亚伯拉罕你的信 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 唯一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你会做同样的事情吗 你会因个信 相信神 往前吗 前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吧 就会有一个 我们一个姐妹 她介绍一位牧师 从缅甸来的牧师 她在我们中间 礼拜二晚上 如果你参加导会 你知道 牧师因为她 很辛苦 一个年轻的牧师 四十岁一个牧师 因为 大概 他们跟一些团体 有连结 他们因为身体不好 但肝有些状况 他们就 他们就带着牧师 来台湾做一些检查 然后呢 带来我们中间 他期待我们为他们祷告 为缅甸的教会祷告 你看一下缅甸的教会 来 看一个图来 看到吗 清楚吗 弟兄姐妹 他们 你今天可以在这边 吹冷气聚会 你要感谢神 缅甸的弟兄 他们坐地上 他们没有教堂 他们就坐在外面 土地上 有没有 坐地板上 坐土地上 后来他说 他们开始买椅子 有几个椅子 他们受洗 那个受洗石 不像我们的活水 他们受洗石 一受洗里面 全是黑的 牧师说 他们有哀怨 不过他们哀怨 就是白米跟青菜 就这样教会 他要我们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祝福 第二点 如果有一天神说 来 你搬家 搬到缅甸去 去拓展神的国度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1850年 大概应该是150年之前吧 这么多 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人 他叫耶德逊 神呼召他 去传福音 给万民听 拓展神的国度 所以耶德逊就起身 他想到印度 但是后来 不知道神就带他 到了缅甸 他就埋身在缅甸 不是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两年 他一生都停在缅甸 第二点 这个照片是现在 现在缅甸教会是这样 而且你知道 现在缅甸军政府 他们基本上是地下教会 他们是个佛教国家 所以对基督教 是非常不友善的 那不要说 150年之前 耶德逊 他所面临的缅甸 是什么样的光景 可对神的仆人 他终生留在缅甸 他当翻译着圣经 翻译缅甸文 他在那里 为神寻找平安之子 拓展神的国度 没有离开 就你如果神 也呼召我们 做这么大的变动的时候 你如果愿意顺服吗 事实上 你看 主不是应许亚巴汉 一个应许之力吗 亚巴汉说好啊 去啊去啊去啊 亚巴汉确实到了 加拿大美利 加拿大美利看起来 是神所应许之力 可是亚巴汉在 应许之力 他从来没有安顿下来 亚巴汉是财主 他买了自己房子耶 可是他没有买房子 神没有让他买房子 神让他一辈子 住在帐篷里面 他的儿子 以撒 他的孙子雅各 都住在帐篷里面 但是神不是为他 其他应许之力吗 怎么搬家搬成这样子呢 帝尔弥也要知道 他们没有安定下 因为神所应许的美利 神另外 其实神有另外 所指 神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迟来的应许 神应许他美利 可是那个美利 需要很长的时间 亚巴汉 他不太明白 可是他相信了 怎么这么说 我刚刚说 有时候那个功课 信息的功课 信息考验需要时间 需要很长的时间 希伯来书十一章 第九到第四节 讲得很清楚 那个应许的美利 到底是什么 第九节 亚巴汉因这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 他到了加南美利 应许之地 可他像个客旅一样 他没有在那边 开始重新建立人脉 重新建立关系 重新在那边 没有啊 他就住在帐篷里面 随时准备搬家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都是一样 因为他等候 那座有根基的城 神应许他的美利 是一个永远的美利 是个永远的构度 就是主所传扬的天国 永恒的构度 是神座精英所建造的 亚巴汉没有看见 他不明白 但他顺服 他就出发了 你看到 那个应许之地 他到了应许之地 原来神为他应许的美利 是那个永恒的构度 亚巴汉因这信 他就顺服 他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 在地上 他就相信 他不明白神 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他就顺服 就在你我生命里面 要保证你我 都会遇见一些试验 怎么样 让你的信心可以增长 你需要起来 纵使你不明白 你要相信神 你要顺服神 好不好 亚巴汉因的第三个试验 就是这个问题是很麻烦 几乎是不可能解决 不可能解决 唯一解决的方案就是 就是祷告 对你也会遇见 很多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 如果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或者你觉得 花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基本上不是问题了 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是你没有办法解决 人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怎么样解决 就是祷告 祷告 亚巴汉因靠什么 解决他的问题 就是祷告 为什么 因为你看 亚巴汉因是个 到处做祭坛 盖祭坛的人 对不对 祭坛就是在那边 献祭给神 祭坛就是我们跟神 今天有交通 祭坛就是在神明天 祷告呼求神 亚巴汉也是一样 亚巴汉也是一样 神应许他说 你的后遗上 天上的心 海滨的沙 那么多 亚巴汉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你要祝福万邦 但是他已经到99岁了 还没有影子 这不可能解决 不可能解决 对不对 而且他的太太已经90岁 90岁 很难生孩子 但是亚巴汉他有信心 他没有说 你帮我从亚巴兰 改成亚巴汉 亚巴汉是多国之父 都没面子 算了我改回去好了 没有啊 他仍然相信 罗马书的第四章19节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亚巴汉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一死 他仍然相信 他太太 蛮好的太太 他也相信 那天天使就跟他们说 向他们显现 跟萨拉说 你明年就要生个孩子 萨拉就笑了 但有人说 萨拉是不信的笑 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萨拉 为什么 因为西班牙书11章11节 那是说什么 因着信 萨拉 连萨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因萨拉 以为那应许 她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 仿佛已死的人身上 萨拉身上 就生出子孙 如同肩上的心那么多 海边的萨拉那么多 萨拉就笑 我相信神 亚巴汉也是一样 亚巴汉也相信 明年我就会有个儿子 提问你们 因此 他们有信心 所以 我觉得神也笑 神也很高兴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神就让以萨 叫他儿子 起名叫以萨 以萨的意思就是 就是欢笑的人 一个喜乐的人 一个喜乐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信心 因为战神 没有难成的事 因为在 没有解决问题的当中 他们 依靠神 提问你们 神 我们看见神 介入这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不对 他们都能解决掉 同样在你生活里面 你会遇见很多的问题 是你没办法解决的 但我会鼓励你 让神 介入你不能解决的问题当中 好 另外还有 要不要再遇见 另外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是很 很不容易的试验 是一个 是一个 不合理的试验 怎么说 很多时候 对 我不知道 在这儿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会遇见一件事情 就是 你会跟神说 神你为什么 让这件事情发生 你有道理 你既然爱我 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 是不是 遇到这种事情吗 我举个例子 好多年前 我记得 韩国发生一个船难 那个船 那个船 我记得 叫四月号 OK 那个船难 两百多个高中生 他们可能就毕业旅行吗 两百个多高中孩子 都淹死在 那个船里面 你知道 你知道韩国 韩国是基督徒 比例很高 有人说韩国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都是基督徒 所以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那两百多个孩子里面 可能有七十个 都是基督徒啊 对不对 他们的父母 可能是基督徒啊 那天 他们所遇见是什么 我的孩子 毕业旅行 再也没有回来 他被淹死了 这是一个多么 不合理的悲剧 是不是 这 你知道神怎么解释呢 弟兄弟们 你知道 有些事情 是真的没有道理 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 你会遇见的事情 是没有道理的 没有解释 而且连神也 没有要给你解释 但是我们知道 有天在天上 神一定会告诉我们 为什么 那事实上 事实上 你也不需要解释了 为什么 因为 即使神解释给你听 你也不会 你我也会得到什么安慰 因为我有神 可以安慰我们 发生亚伯拉斯 那是什么 不合理的一个悲剧呢 就是当 欢欢喜 果然第二年 一百岁 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真宝贵 爱得不得了 这个宝贵是他的命根 爸爸 在座爸爸 你有这样爱你的儿子吗 当然还有女儿 亚伯拉斯 这个孩子跟他生命是连结 都没有办法分开的 是他的盼望 而且神要记得他 要有很多的后遗 不是吗 OK 所以 但是有一天 神就跟亚伯拉斯说 把你儿子献给我 把他献祭给我 第二年 你知道 那时候献祭 跟现在献因不一样 有的教会会有献因礼 第二年生了孩子 一岁的时候 把献给神 我们在那儿献因礼 大家唱歌 好快乐 献给神 献以下不是 献以下是什么 讲了 要把他剁了 剁成筷子 一块一块的 放在祭坛上 把他烧了 神说你把你儿子杀了 把他烧了 献给我 这是个多么不合理的要求 亚伯拉斯不晓得怎么做 他不晓得后来会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 神知道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亚伯拉斯信靠神 他经过很难的信心的试验 他就做了 他就做了 听众姐妹 我觉得 可是你要知道 你说神怎么那么严厉 后来我们知道 没有 那故事是什么 神其实预备了一个小羊羔 小羔羔是代替 所以神就没有杀以撒 就杀了个羊献给神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以撒在这个地方 是预表我们的主 他好像被杀羊羔 为我们死 神在做什么 神在试验亚伯拉斯的信心 结果这个神知道 这个人是有信心的 基督徒书十一章 十七节十八节 亚伯拉斯的信 被试验的时候 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 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了 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亚伯拉斯真的不明白 但是他顺服 把以撒献上 听说因为神不会要 你杀你的儿子 神不会把 叫你杀了你儿子 献上为记 但是神会 要求把你所爱的 把你所爱的 所爱的东西 是个人 是个事 是个物 献给神 也许你不明白 为什么神要这样子 你旁边的人也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你把他献给神 如果是神的意思 亚伯拉斯 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神是慈爱的 他相信神 他对神真的有信心 他那个时候 信心已到个阶段 他说 如果神杀了我儿子 谁还会叫他 从死里复活的 西班牙书十一章十九节 他以为神还能叫人 从死里复活 神真的可以叫人 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 得回他的儿子来 亚伯拉斯真的不明白 神为什么这样 可是他顺服 这是我们知道信心的 第二个解释 信心是什么 就是我虽然不明白 我仍然愿意顺服 第三 信心是什么 信心就是 我不喜欢 主你讲了我不喜欢 但是我愿意坚持到底 我刚说很多时候 那个信心试验 经过很长的时间 时间短了都不算什么试验 也没法见到我们的信心 我们再看摩西的例子 我们知道摩西的故事 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试验 你我有时候也会 神试验我们 让一个考验领导 好像没完没了 我生病这么久了 我一祷告 为什么神都没有医治我 我的孩子有状况 我为我孩子祷告 这么久 他都没有改变 可能是财务上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或精神上的问题 祷告祷告 主好像都没有身手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摩西身上的痛苦是多重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他怎么样选择 摩西是在埃及王公长大 他是埃及的王子 代表说他拥有世人 你我所羡慕的一切 他都拥有 他可以轻轻松松 一辈子过轻松的生活 他是当时最有权力的 法老的儿子 他拥有财富 权力 地位 名誉 但是摩西选择放弃这一切 他离开埃及的王公 进入奴隶 以色列百姓 奴隶当中 而且是磨练他 刚刚说 四十年 在旷野牧羊 四十年 然后四十年 又四十年 在旷野 带领那些 不知道感恩 两百万 常常背逆神 贪心的神 又常常用石头 要把他打死那些百姓 两百万人 全台北市 也就两百万人 弟兄姐妹 他要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每个人每个都有问题 他面对两百多样的问题 而且长时间 但是摩西愿意 摩西愿意 摩西感觉一定不是很好了 对不对 你有处理过人事的问题吗 你碰了一个人事的问题 如果在办公室碰了一个 不管长官同事 或者你的下属 碰了一个人问题 你就 你就很难处理了 你感觉一定很不好 是不是 摩西也是一样 我不觉得摩西 每天说 好高兴又来了问题 他一定是 所以他常常去祷告神 对不对 祷告神 第二个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随着 自己的感觉来做事 我觉得 我这个事 我很喜欢 神叫我做这个 我很高兴 我才做 神叫我做这个 我不喜欢 我都不做 这态度是不对的 神要我们 他允许很长时间 现在失恋我们 我们应该学习 即使我们不喜欢 即使我们不喜欢 感觉不好 我们仍要做 如果我们知道 这是属于神的 那我们就要做 对的事 坚持到底 那就是信心 信心会增长 我举个例子 我自己的例子 跟李永准讲 好不好 我告诉你实话 但是有的时候 你不要学我 好的你要学 牧师坏了 你不要学 有的时候 我真的不是很想读圣经 因为有时候太忙 太疲倦了 太疲倦了 很累啊 是不是 又是读到什么 立位记啊 哇 历代至上 你看过 你看历代至上吗 前段时间 我们读活泼成 历代至上 你还想读 那你真的很想读 我都很佩服你 你还是不想读 有的时候我也 不是很想祷告 很想祷告 特别是 我一件事情 祷告很久 主都没有听 是要吃怎样 或者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一些弟兄姐妹说 牧师你去我祷告 我说好啊 自己都不祷告 我就很不想 替他们祷告 我会愿意啦 可是 那要这样子 你自己事情 都要偷给牧师 师母祷告 OK 有一点不是很喜欢 感觉不是很好 但弟兄弟们 你要知道 如果我 我喜欢读经 才读经 我不喜欢就不读 或者我喜欢祷告 我就祷告 我感觉不好 我就不祷告 那我保证 魔鬼叫我 一天到晚 就不喜欢读 圣经也不喜欢祷告 是真的 是真的 好不好 所以你知道 很多时候 当你不想祷告的时候 是你需要 祷告的时刻 很多时候 你真的很不想 读圣经的时候 其实那是 你需要读圣经的时候 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 主怎么样 建造我们的生命 不是建造我们的感觉上 不是建造我们 喜不喜欢上面 是建造我们的尾声 和建造我们的决定上面 这件事情 如果出于主是好的 对我们有好处 对别人有好处 虽然感觉不好 我们也去做 那就是信心 那就是信心 所以另外一面知道 我们必是免利 我们的生命 不是建造在感觉上 是建造在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上 摩西选择 做神要他做的事 对的事 虽然他感觉 没有很好 结果那么长时间的折磨 四十年 又四十年 但是摩西愿意 他顺服 所以摩西可以成为神 国度的 伟大的拓展者 我们来学习 好不好 信心是坚持 做对的事 即使你我不喜欢 我们来去做 这些人 他们为什么会有 虽然这样 他们为什么 还是愿意做呢 有一个秘诀 我跟各位分享 我们可以学习 希伯来书十一章 二四到二十六节 摩西因着信 长大了 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 罪中之乐 他看为基督所 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向往所要得着的赏赐 那个秘诀是什么 为什么 什么力量帮助摩西 在这样长久的 痛苦实验当中 他仍然可以愿意顺服 因为他看见 那个春到永远的赏赐 那就是神永远的国度 当然我们知道 耶稣说神的国 现在已经开始 对不对 主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 可是那个国是 原来是这样的永恒的 一个永恒的国度 当你看到 那永恒的国度 像摩西一样 地永远就会 轻看地上一切的好处 地上的财富 地上的名誉 地上的名誉 没有办法跟永恒的财富 相比较的 聪明人都会这样子看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 看见永恒的好处 弟兄姐妹 我们就会 轻看地下暂时的痛苦 我们的主也是一样 主为什么愿意 为我们忍受 实价的苦难 他为什么甘心乐意 无罪地代替 我们是有罪的人 他为我们死在 实价上流出宝血 来 为什么 圣经告诉什么说 因为他看见那个 他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以后 带来的那个 永远的喜乐 喜乐是什么 就是你我可以得来拯救 神爱我们 神爱世人 当耶稣看见 当他为我们死的时候 他就可以拯救世人 所以他就喜乐 他就甘心 他就乐意 他就去做了 另外摩西怎么愿意 在旷野四十年 八十年 他仍然这样子 因为神 他看见 神的自己 西班牙书十一章二十七节 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 不能看见的主 摩西是一个爱神的人 那天他跟神说 主啊 向我显出你的荣耀来 对不对 神就向他显现 在旷野 那些百姓那么卑利 可是摩西 预备一个会幕 一个帐幕 为他自己预备 他藏在帐幕里面 他亲近神 他祷告 他看神 他看神 那就是他的秘诀 因为我们也需要 这样子学习 如果你期待 在你的痛苦当中 你不是求这个帮助 求那个帮助 你需要来看神 需要看神 好不好 你需要学习 常常亲近神 你需要常常祷告 你需要常常读神的话 因为神 因为祂的话 像我们说话 对不对 你需要听见那个神 微小的声音 然后你可以有信心 继续往前 这些属利文人 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榜样 我们刚刚说嘛 挪亚因为他看不见了 他就相信 以亚伯拉罕因着 他是不明白 他仍然相信 仍然向前 摩西是 虽然我不喜欢 他仍然坚持向前 弟兄姐妹 他们成为我们好的榜样 你正经过试验吗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 基本上我们做的三个三件事情 第一个 也许你刚刚通过一个 很艰难的试验 或者你正在试验当中 或者你正要进入一个试验 我生命都是这样子的 你觉得这个试验 是你不可能通过 神让你完成一个 不可能成就的工作 神让你有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变动 而它的应许 好像迟到 一直都没有来 你所遇见的麻烦 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了麻烦 神让你经历的痛 是你不合理的痛苦 而且是常识的痛苦 让我们学习这些人 继续跟随主 一起往前 好不好 最后我说信心是什么 听你们信心 这些伟人身上 所显示的信心 让我们明白 信心就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 前面的路是什么 但是我们继续跟随 我们的主 信心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应许 什么时候才会发生 什么时候 主你才要医治我 我们仍然等候 神的时间 信心是什么 虽然我们不知道 会怎么样发生 结果是什么 但是我们平信 期待 神为我们行神迹 信心是 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主你为什么允许 这些事情发生呢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 凡事都互相效力 叫我们自己人得到益处 神让这些事情发生 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发生 仍然是为了建造 我们的生命 神有祂的旨意 信心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还要等多久 但是我们都坚持到底 那就是信心 好不好 第二位 可能你正在 某一个誓言当中 你是可以问神的 是可以 你不要怕说 牧师讲这个 我平行向前吗 蒙了头 你可以问神 你可以问神 但是问题是 如果神 没有给你答案的话 你还是愿意依靠祂吗 根本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问题 是没有答案的 对不对 如果每个问题都有答案 每个问题 旁边人都可以帮你解决 你也可以解决 那根本不是问题嘛 对不对 那也不需要信心 我们就很容易就解决了 但是那就不是 神要我们过的生活 信心是超越理解的 超越理性的 是超越我们所明白的 但是信心是 既然是神的意思 我们就做 我们就顺服 我在说生命是一连串的实验 生命有一连串的考验 从人来的考验 我觉得还容易处理 比方说 你的职场上 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老板 同事 或者家里的孩子 丈夫 妻子 我觉得还容易处理 我有从神来的考验 不太容易 因为那需要信心 信心其实不在乎 我们知不知道 信心在乎我们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因为神有答案 神有答案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 愿意学习顺服 我没有看见 我就相信 我不明白 我还是顺服 虽然那么久了 我还是坚持到底 听众姐妹 神就借着这个建造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神让我们信心 一天比得更多增长 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 可以成为有用的器皿 我们地上没有白活这一生 我们可以为神 拓展祂的国度 神的名可以 因着我们得到荣耀 好不好 好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唱诗歌 我们来唱诗歌